而在客家委员会的补助下 三星乡公所12月14号下午2点 将邀请到中立德泰客家戏剧团 要在三星国中体育馆演出客家大戏 孙旁演绎 而且来看戏的乡亲 还有好吃的葱油饼可以品尝 三星乡内有宜兰重要的客家聚落 而客委会为了推广客家文化 今年协助三星乡公所举办客家大戏的活动 预计12月14号下午2点 也就是明天 在三星国中体育馆举行 邀请乡亲看客家好戏吃葱油饼 客家委员会来蒸出这部大戏 要来宣宾和邦关 这个客家大戏 上面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 所以阿公阿嬷你要带你的孙子来看 因为很多孙子都不能说客家的 客家都不能说了 所以带阿孙来看 也是一个文化和理员的传承 我们做成员的 我们做人的会冬天 会比较硬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要记得 12月14日 会保点半 在三星国中 没有来生大戏 客家大戏 希望你按主席 三星相公所这次请来 中立德泰客家戏剧团演出 孙旁演绎 前500名入场的观众会送莫彩券 有机会得到价值1000元的礼券 而所有的观众 也可以品尝到三星著名的葱油饼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